今天是3月1日 有一个新的月份 在四旬期的第二周星期一 我们很感谢天主 很快就能够恢复这个公开离撒 真的要感谢主 不过这些圣言时都是我们生活的指标 指引我们每日 和光照我们每日的生活 我们一起聆定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 那时候耶稣向门徒说 你们应当慈悲 就像你们的父那样慈悲 你们不要判断 你们也就不受判断 不要定罪也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卸面也就蒙卸面 你们给也就给你们 并且还要用好的连岸带遥 以至外日的星斗倒在你们坏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星斗量 也用什么星斗量给你们 所以这个训言可以说是生足性分的高峰 在旧约里面来说 慈悲包含了怜悯和忠识 一个慈悲的人能够认出其他人的需要 和减轻其他人的痛苦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阿威就是慈悲的典范 他不单止将他的子民 从埃及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 也都在抗亿里面保护他们 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大的民族 在每一件事上 阿威没有放弃他们 反而忠诚地爱护和教导他们 实际上我们被召叫 是为了彰显天主的慈悲 成为他和平的工具 耶稣向我们保证 如果我们能够效法天父 我们的报酬是难以估计的 天主会慷慨地赐予给我们一切 甚至超过我们所需要的 身为门徒应当努力去学习 律师的言行 当我们尝试了解和遵守耶稣的说话 而在祈祷当中寻求他 他会改变我们的心思念累 当我们愿意跟随耶稣 天主定会赐予给我们恩宠去食咒 而不是只是靠自己的能力 藉着天主这个白白的恩赐 我们能够超似耶稣基督 对人表示至高的慈悲 讲到慈悲很容易想起 在这个廟街 有个慈悲耶稣的环保店 是由这个护中恒神父所发起 藉着他这份爱心这份怜悯 引发到很多的义工和他一起 去关心一些贫穷的人 不过除了这一点之外 他特别很关心一些戒毒者 和一些更生人士 他的态度是从来不会判断他们的 要帮助他们 我自己认识了胡慎慧 都差不多三十多年了 我曾经都和他一起去到这个荔枝角 一个拘留所那里 我大半日时间和他一起想想想想想想 他很熟悉的环境 人们看到他好像当他是sir 去到每一个仓 他都什么的 和一些人很熟悉的 他带上一些圣经 或者一些公教簿 介绍给我认识 和一些人聊天 到最后的时间 谁谁谁谁一起来祈祷 那些人又很愿意 听他说我一起祈祷 他好像一个爸爸 那些人很愿意亲近他 也有一次 和他一起去大嶼山石壁监狱 那里很大的 一样是这样的 他去到哪里 那些人很熟悉他 和很亲切 那由于我们有特别的parts 我们可以去到那些人的 甚至在床边和他们聊天都可以 那会看到 胡神父那种的表现 很人性化的 可以说很具体 关心他们 不只是问候 有时本保仔 写需要 那些人有什么需要他写下的 再去的时间 他能帮助到别人 是很具体的 那些人真的当他好像朋友 他不会判断他们 是有种慈悲的态度 可以说 接着胡神父看到 是一个福音的见证人 那就会哭哭 所以他说 这个不单止 在一个环保店 一个慈悲耶稣 一个地方 更加是活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精神 我一起祈祷 慈爱天父 我们感谢你 对我们大发慈悲 也为了医治人心力的创伤 吩咐我们黑的修身 你帮助能够避免一切的罪过 并且能够全心全力地 履行你人爱的戒命 因为你的圣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 是唯一的天主 永生永恍 阿玛 我们今天努力地 不单止接受耶稣的慈悲 我们都做一个慈悲的人 去帮助其他的人 愿主的平安 与你们各位同在